那條粉腸呢? 這條叫做正粉腸 用一條桌瓜處理這條粉腸 我們下清泡兩片 這條叫做正粉腸 我們要怎樣處理它? 我們下視頻 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廚房職人吹水 和大家分享這條正粉腸 這條粉腸有什麼好脆呢? 讓我先喝一口,是凍齋啡 這條粉腸有什麼好脆呢? 豬粉腸和豬內臟呢? 那它跟豬的大腸和小腸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同的,口感不同 相對來說,這些豬粉腸的處理會比較簡單 這些新鮮豬粉腸 我們買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早點去肉攤買 因為太硬了,怕它不新鮮 我們去肉攤買的時候 師傅也會替你割開它 割開它裡面,看看它的作用 還有什麼呢? 我這把刀不太好 也要割一割裡面的 看看是否新鮮 如果釋出來,裡面的液體是深色的 或者不新鮮 它多數不會賣給你 為什麼呢? 因為豬粉腸會苦 那麼豬粉腸買回來 第一步要怎樣處理呢? 蓉鹽 我這裏用三個茶匙 鹽 放在袋子裡 將它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然後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我們今天有什麼處理這條粉腸呢? 用這條折瓜 用這條折瓜 你問大家有什麼好處理這條粉腸呢? 就是用兩條 比兩條更好,再用三條 澱粉 今天有三粒蜜棗,一角的沉皮 有很多网友问,沉皮是否刮狼 可以跟大家说,10年15年的沉皮,狼已经很薄很轻 沉皮越轻身就越好,浸泡的时候就轻刮一刮 这些可以先冻水,拿去煮 刚才斩了一斤的猪腱,洗干净 用盐醃了大约15分钟之后,倒出来 用盐醃的作用也是去除猪内臓的异味 有什么异味呢? 买的时候已经闻到的异味 现在用生粉,几个茶匙生粉 现在用用盐醃料浸泡,把猪内臓的盐醋 用盐醃料浸泡的食用 就要用盐醃料浸泡 用盐醃料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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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兩次,務求將豬粉腸和腥鴨味清潔 再加鹽,再加幾茶匙鹽 加入生粉,洗澡 鹽和生粉,讓豬粉腸的鹽味和黏住豬粉腸的黏液清潔 倒入冰箱,再倒入冰箱 再用冰箱去洗乾淨 要洗乾淨 用水洗乾淨 用水洗乾淨 用水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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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白醋 用白醋 放入白醋 用白醋 用白醋 令豬粉腸的腥鴨味更加逼出 用白醋 用白醋 用1斤封 mentand 1斤珠 用水浸泡 用水浸泡 先滾開 處理豬閘或牛閘 事前功夫更重要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做到现在 和之前煲汤的有什么不同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条仍然是一条粉肠 做这些猪杂或牛杂的菜式 我们一定要做成秋 做出来才能做到它的原味 我们在外面做炸大肠 都是成条去炸 然后再封干成条去炸 炸完再切 这些大肠才能做到外脆内乱 有时大家在外面去到 一些卖老美的店铺 或者是卖牛杂的店铺 你看到那些牛杂 它全部都剪断了才去做 那些你不用去吃了 你看到一把剪刀 一份一份剪给你那些 我可以和大家说 是完全食法不同 大家和大家吹多两嘴 因为这个猪粉肠 我当作是菜式的 有汤有菜 现在让它飞滚 飞到它滚 我们要飞到猪粉肠熟透 现在倒起来 用清水洗 洗干净 猪剪洗干净 我们下了些青泡两 跟手就下猪剪 再看清楚 有东西的 我们下了青泡两 放进去煮 青泡两 放进去煮 桌瓜甘筍 放进去煮 放进去煮 放进去 把青泡两 桌瓜 放进去煮 大火煮半个小时 接着再放进去煮 放进去煮 这条粉肠煮多久 煮一小时 就差不多 不要煮太腍 太腍就不太好吃 不要太大火煮 煮半个小时 放进去煮 放进去煮小火 煮小火煮 煮半个小时 放进去煮小火 放入这条粉肠 放进去 放上去煮小火 用文火煮梳粉腸,煮一小時 現在煮了一小時,看粉腸的味道 怎樣看呢? 看不見的,用剪刀剪下去 差不多了,不要太軟 拿起一條粉腸後,再煮半小時,湯就可以了 煮完的模樣就是這樣 那條粉腸呢? 臨吃之前,再浸一下 追精,用剪刀剪,點醬油吃 已經是一個菜 煮這個湯呢 大家要留意,會比較肥 所以我剛才撇油都撇了很久 今天,處理這條粉腸,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看我星星的頻道 那我就先吃東西,拜拜 好,請問我,請問我吃甜蜜 不要太粘了,不想太粘了,請問我 不要太粘了,不想太粘了 可以不想太粘了,不想太粘了